台北车站大厅挤满人潮 大排长龙的队伍围绕在摊饭前 铁道迷一早6点多就来排队 要在便当节购买限量100份的铁路便当 11点钟开卖时间移到 每个人人手两袋便当 左右不同口味 其中一款蓝色袋子的复刻排骨便当 不锈钢饭盒里头是最经典的 卤排骨卤蛋和青菜 一份699元 另外一款EMU3000造型的陶瓷便当盒 同样有火车图案的餐袋 缩小版的火车头里面 主菜是A5和牛 一份要999元 主要它还有纪念便当盒 而且好像这次还有保温袋的样子 因为毕竟明年就要公私化 想说在公私化之前 印有台湾铁路管理局的钢盒 纪念一下 不止台铁有特殊造型 JR东日本公司也推出了新干线便当 最新车款A5X车型 还没正式营运 就先做成便当盒 里头有炸糖羊鸡 汉芒 铃薯 还有番茄饭 欧姆蛋 一盒是450元 另外一款E5车型的便当 420元 里面则是日式饭团 两款每天限量100个 中午前也几乎都会买光 A5X是第一次 然后据我所知E5号之前 我翻搜过 哦 了解 所以很期待 当然很期待 因为A5X的话 据所了解 好像在日本市运转的时候 可以跑到380 台铁便当比较传统的 台湾式的料理 对 那就是这个新干线里面的料理 是比较清淡一点 虽然银河便当 逗折500元1000元 售价确实高出 普通便当好几倍 但最重要的 还是有特殊造型 和纪念意义 也让铁道迷 唯一是疯狂 TV新闻 是某节潮热人 台北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